《人氣複製》《經絡可視化》 在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做了這個研究 然後在後來他們的法輪功事件之後呢 這些研究全部都停止了 因為這些研究不是普通人可以做 做這種研究的時候 你背後必須有一堆特異動能的人支持 否則你沒有辦法進行研究 所謂人氣複製之後 我們用儀器 來產生人體所能產生的氣功的氣場 那這個是在新竹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建德博士他那邊 他有一個在新竹的一個氣場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也是努力了十幾年了 四七八年 他的目標呢 是能夠證實氣場是存在 在物理學上氣場是存在 所以現在我們在做這個開發 實際上他是跨兩個領域 一個領域是在中醫的應用 另外一個領域是在物理學上的一個探討 因為陳博士猜測 他一直在努力認為說 氣場很可能是物理學上的第五的立場 所以在十幾年下來 他雖然沒有辦法去證實氣場的存在 現在氣場可以產生 你手可以感覺 但是在他的研究過程裡面 他已經掌握了氣場的各種控制技術 可以用人為的去產生氣場 第一個 第二個 可以把氣場進行聚焦 然後聚焦成氣場的樹 第三 可以對它做阻斷 第四 可以對它做量的控制 這些東西目前技術都有了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開發成一個設備 可以玩做中醫的治療 那這個技術 這個氣場很有趣 因為氣場在中國已經知道 它存在已經兩三千年了 也長期有一些古代的話 古代的針灸師是用這個氣功來治病的 所以古時候的針灸 跟現在的針灸在本質上是不太一樣 古時候的針灸師在學針 在學醫之前它必須先練氣 修練氣功至少超過十年 所以它針紮上去的時候 實際上氣是往身上灌下去的 所以並不是單純的用針去刺激你的穴位 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為什麼氣 針灸會掉落到病人做止痛 很少來治病 很大原因是現在的針灸是不含氣的 這個課題大陸在法輪功之後全部都停掉 所以現在都沒有了 他們的科學家很想從這邊做 可是他們沒有人敢提出這方面的課題 所以實際上雖然很多人都認為中醫在大陸是 將來大陸似乎比台灣好 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這就是台灣的機會 因為大陸的意識形態 使得他們完全不能做任何的身心靈的研究 是完全不能做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一類的課題太有辦法做了 實際上中醫的下一步的發展 是沒有辦法完全靠人的能力 還要靠另外一個世界的故障方法 否則的話 是完全走不上去 好 下一步 那接下來 我接下來談這個 中醫科學法務 這大家都理解了 第一個就是缺乏客觀的診斷 就像中醫學校裡面 要做這個把脈的檢測 可能要三個老師 對一個病人把脈 然後學生去把脈之後 他只要跟這三個老師當中的一個相同 他就被過關了 那表示說那三個老師 可能對同一個病人把脈 不一樣的脈 然後呢 一個病人很多個醫生看 每個醫生都會開出不同的處罰 那探斷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他有很複雜的疾病推理過程 因為中醫他一定要去治病根 病根這個症 就是症狀的表象跟這個病根源 是不一樣 他一定要透過這個推理去找到病根源之後 他治根 他不治那個表象 那是很複雜 所以每一個人的處罰是不一樣的 下一場 但是中醫科學要有他的優勢 因為他有很完整的系統 他對於這個人體的器官內部的分類做得非常好 比方說像這個經絡 我們的經絡呢 身體的經絡 只有十二個器官有經絡 心肝脾肺腎 然後心胞 這是腸 大腸小腸胃肝膽膽膽膽三交 這是腹 六個腹 十二條經絡 那有經絡的器官跟沒有經絡的器官 是什麼樣的差別 沒有經絡的器官 他生病的時候 那個就是療象 身體只有有經絡的器官是會生病的 會是疾病的根源 所以你看中醫 他一定告訴你 是一定集中在心肝脾肺腎 是心火 還是肾虛 還是脾虛 不過超過這五個 你超過這五個 這個不是中醫 這是悉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病一定是在這十二個器官 最後這十二個器官 再分成一半 脹體是對應 所以回到五脹 所以身體這五個器官會有病 其他的病 其他的都是症狀 這是他的器官弄得很好 所以你要檢測 我叫檢測這五個系統 而且他的檢測 中醫的檢測跟西醫的檢測不一樣 西醫是很注意素質 多少多少以內是正常 超過就是異常 中醫不是 中醫看這五個系統之間的 盛衰比較 誰比較高誰比較低 高了叫做有火 低了叫做虛 那虛跟火呢 是跟整體的平均數來比較 並不是獨立點的系統 所以他比較檢測出來的東西 素質大小並不是重點 他的彼此之間的關係 差異性才是重點 但是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第二個指標就是能量 身體的總體能量是什麼樣子 就是中醫講的氣血 中醫診斷基本上只要有這兩個東西 就可以去斷層 身體到底什麼狀況 所以他的 因為他的這個系統化的理論 使得他要檢測的標的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量精弱跟量氣血 你怎麼去找到 從各種方面找到方法來量症 那中醫的治病呢 跟西醫治病又不一樣 因為他就是根源 然後中醫的治病呢 是靠身體內部的 就剛剛林董講的 身體內部本身有一個很強的治癒體系 所以中醫的治病 是由治癒體系來治的 所以中醫的治療 所有的治療呢 圍繞在哪裡 我怎麼樣讓你的身體的能力提升 然後氣血提升 脹腫平衡 讓身體的治癒機制 能夠有最好的發揮 那這個是中醫治病的根源 那什麼叫不便用擺練呢 因為身體的症狀有白白種 然後呢 身對不同的疾病 不同的症狀 身體的治癒機制 它要用方法去對付各種疾病 所以治癒機制的能力 它的作用 它治病的方法 是百變的 但是 提升身體的治癒力 治癒能力呢 這是不便的 身體的治癒能力怎麼樣提升呢 第一個 就是讓你的氣血提升 第二個 脹腫平衡 這兩個能力上來了 你 身體自己去面對所有的病 那這個東西我用一個比方 下一張 因為我的書都是用電腦來比 因為我本身是電腦公主師 電腦裡面我想大家 現在沒有人用電腦 有誰是每天自己去抓病毒的 應該沒有吧 都是用去灌一個防毒軟體灌進去 然後呢 你去把這個防毒軟體啟動 它就把所有的病毒刮掉 這個是中醫的方法 可是呢 現在的醫學不用這個方法 因為現在醫學的醫生都很能力都很高 他認為自己可以抓病毒 所以那個防毒軟體就不用了 就是一隻一隻病毒的方 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病毒一定產生的病毒 抓得快 會有志光 所以 未來的治病 應該朝向這個方向 因為身體在設計的時候 因為我原來是做電子產品的設計 你設計一個產品 你一定要考慮維修的 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 受命起碼至少40歲 通常呢 假設沒有意外 活長的話 他超過越來越來越 我們任何一個設備 我們現在人造的設備 還沒有哪個設備 像人這麼複雜 然後可以用這麼幾十年 還可以上來 沒有哪個設備 所以 人基本上 人在出生的時候 你已經具備了所有 致病的軟體都在體內 但是現在的醫學呢 是不去用這些東西 完全把這些東西弄 完全由醫生來對付基因 所以真正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 身體本身就可以具備 本身就擁有所有致病的方法 我只要把那個開關大開就可以 我很笨 我是那麼聰明的人 我沒有辦法去抓病毒 我沒有辦法去治療一個病 但是我會去開那個防毒軟體 就可以去治療一個病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我在兩年前吧 在我們在這協會裡面講過 這個低成本健康體系 也就是說 什麼樣叫 在未來一定要發展一些 醫學的成本帶來的社會 我暫定他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充分利用 每一個身體 本來就具備的治癒能力 那我們今天講完這個設備 這兩個設備 其實就是一種 能夠跟身體內部的治癒機制 銜接的一個系統 然後它是來刺激 或者促進 治癒機制能夠發揮作用的一個方法 我先把那個工具拿起來 這個是一個氣場設備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它後面實際上是用一些礦石 或者是我們這個是用晶片 它是 氣場本身是 在很多礦石上 它本身天然就有氣場 最著名的是 這個捷克飲食 捷克飲食它是很強的氣場 然後呢 前面有一個水晶的十二面錐 那這個錐底本身是 對氣場進行聚焦的 所以這個氣場在前面會產生 就是一個塑造的氣場 那大部分的氣場 多數人用手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它太弱 所以它如果氣功是這樣發 你會感覺熱熱的 但是沒有人清楚覺得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 可以明確地感覺到氣場存在 大多數是練氣功的人 但是你把它聚焦之後 大概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可以感覺到 當然背著你的手心的時候 百分之七十你就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所以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我們已經做了很久 很多年了 但是始終不太推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東西可以測試 那感覺通常是你在使用的初期有感覺 用了幾天身體習慣 再給你感覺 但是我一直在尋找 用什麼方法來偵測它 那個氣的特質呢 是很有意思的 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陳建德的那個 陳博士的那個實驗室參觀 那它開始的這個氣場 我們研究這個氣場的特質 現在是說它能夠發多遠 像這樣一隻發出去 大概我們所知道大概是五米 在五米之內都有 而且它這個距離平方層盤比的 跟在這上面好像沒有這個效果 好像可以很遠還是有 一樣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有很多特質 我們從來不清楚 但是我們知道它發出去大概是五米 然後它嘗試去阻擋它 然後一開始用水 用鐵塊穿過去 鋼板、錢全部都穿過去 水泥塊 這樣穿過去 所以有一天它不小心 用一杯水來清淀 擋住 後來開始實驗的時候 用濕的衛生紙 一張濕的衛生紙 就會擋住它 擋住它之後 就去查 查這個宗主的古代的書 在晉曹的時候 有一本書叫《藏書》 就是埋藏的藏 藏書裡面有兩句話 叫做 《氣》 《襯風則散》 《借水則敵》 那它借水就止了 那當時因為它想要偵測 到底這個氣場是不是存在 它就希望把這個氣場放大 水能夠使它 水能夠使它 那風是能夠放大它 它卻用一個高壓灌 把液體蛋灌進去 然後回到常溫 常溫就變成高壓的 引氣在裡面 然後讓它旋轉之後 把這個東西從圓心射入去 這個去知道它那個氣場 大概穿過去之後 穿過很多洞樓 大概變成五百米 從五米變成五百米 所以它是確定 知道風場是可以放大它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 他們那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氣場打在這個空間的時候 它會滯留大概六到八小時 會停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時間是沒辦法做 再做這六到八小時就不能做實驗了 它想辦法把它清掉 它就用水 不停流動的水把它清掉 然後它就做了一個牽管 後面接著不停流動的水 然後它就有一個盒子 裡面有很多牽管 這個可以把氣吸走 所以它做好那天 我剛好帶了一個計工室 到它辦公室去 它要實驗它的氣體 那我那個朋友呢 這個手就放下去 它練氣 一放下去 不到三秒鐘 就人了三秒鐘 那個原來是金庸小說裡面的戲精大法 因為它是練氣的 正常的 你沒有練氣的時候 放下去沒有問題 練氣的 它實際上氣是通的 手一放進去 全部抽到 那個人大概回家等三天 所以實際上那個戲精大法 是可以現在在台灣的實驗室裡面 是有這個設備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在這上面 就是說明它對這個氣場 弄得非常清楚 它的實驗室非常 這些實驗室非常不容易做 它必須至少也刪除 因為有些人是看得到這個氣場 但是做科學研究的人 我跟它是不可能看到的 因為你的 有很多想法 你以為你想 或者人家給你 不知道 我們都很死分 所以 到底氣場 它會怎麼樣 多願 它必須仰賴那些特異功能 或者是功能的人 那怎麼做呢 就是說 第一組的人 做了以後 第一天邀禮組的人來看 然後把紀錄寫下來 第二天第二組 第三天第三組 如果三組都講的是一樣 就是來開始做 如果三組不一樣 重做 就這樣慢慢慢慢 做很多的實驗 才慢慢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然後那個系統 到後面 現在我們往後走 就比較簡單 用儀器出來 可以檢測它的效果 所以在 到目前為止 可以說 用現有的所有的儀器 用物理學上 已知的任何的技術 從這個氣場的出口 是測不到任何東西的 所以接下來 我們往下走的方式 我建議它是 在人身上做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猜測這個氣場 猜測這個氣場 可能在另外一個空間 不在我們 不在我們人的這個空間 但是 我們的人體 本身是 有一半在這個空間 你的靈魂在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人本身是 佔了兩度空間的東西 所以你手會有感覺 身體會有變化 所以呢 我們下一步的方式 就是把它作用在人體之後 看人體的變化是怎麼樣 也因為這樣 我們才去開發這個 靈魂 靈魂等下 講 就是 這個東西我開放出來之後 我第一個時間是 我母親 因為我母親很支持我的工作 我做任何事件她都可以當實驗人 我第一天就拿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目前我有三支 三支是不一樣的 氣場本身氣是一個很玄妙的 氣本身有不同的性質 三支裡面有一支是對任不了邁 一支是對左邊的 一支是對右邊的 左邊通常是黃色 右邊是白色 氣場的規律 我們在用這個東西的規律 跟氣功師的理解不太一樣 身體的左邊是近氣場 是左近即右出的 所以如果氣功師 他不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有幫氣功師做過 他的右腳右手就會發脹 因為他練的氣要出去 但是練氣的人就把氣游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擠滿了氣 就手脹脹脹脹脹脹 所以他實際上是 左右是一邊近一邊出的 然後中間這一支是冠奇物 那氣場跟有氣 氣場的作用跟其他的能量有什麼不同 因為這個氣場 跟我們是每一個人天生的時候 身上就有的東西 外面的這個氣場只是模擬 所以你跟身體內部的氣場能量是非常近似的 所以這個氣場一進去 第一個 身體完全能夠接受 因此一起可以使 你用那個經絡裡面 他就可以看到 你冠聖氣征 你那條線就一路上去 慢慢就上去 它會保留在裡面 第二個 第二個 那個氣呢 會循著經絡 在全身的 經絡裡循環 因為中醫有個叫子五流柱法 子五流柱裡邊呢 這個經絡是有順序的 前面一條 後面一條肺大腸 這樣一路上去 那這些經絡實際上是一條一條連接在 成為一個大循環的 所以你從這個細胞經進去 他會把十二經過都跑 然後呢 跑到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 阻塞了 他就會在這邊衝 所以這個地方就開始會吃痛 那這個吃痛大概持續不到一分鐘吧 就沒有了 就下臉好 下臉另外一個地方開始痛 剛開始用的時候會這樣 他會在身體的疼痛 會到處亂跑 停到這個地方就會衝這裡 這個中醫叫做氣日病所 氣他只會跑到生病的地方 那因為他氣進去之後 他會循著經絡跑 所以我在同一條經絡 我揪的是 比方細胞經 我揪這個勞工穴 或是內關穴 差別都不大 因為他裡面會跑 所以他這種工具 會使針揪未來的方法會變得簡單 你需要像我現在用這個東西 你只需要記住12個穴位 12到14個 最多20個穴位 夠 因為他進去跑 你會跑 你並不需要去針對那個小的穴位 你要針對那個大的穴位 你身體的穴位有大有小 是在解剝穴位的組織 穴位的組織 穴位的組織通常在那個 兩個骨頭中間的骨尖末 骨尖末 穴位底下那個末 末表面大概是一個麥孔的地方 那通常那個地方呢 穴位點的這個金屬含量 特別是鈣 鈣 鈣 鐵木 辛格 還有幾個多 一共七個元素 在穴位點的含量 是非穴位點 正常人大概在一百 一百倍到兩百倍之間 沒有穴位的地方 這些金屬很少 有穴位的地方是很集中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比較常用的大穴 大概那個直徑是 解剝上才看到是 大概是八個米 比較小的穴位 不重要的穴位大概三到四個米 所以基本上 用這個工具的話 你只要做那些八米是夠的 所以它對位置很不遠 然後它因為是 我們在作用的時候 並不需要touch到身上 大概在體外 一公分到兩國門 對的穴位就可以做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那它可以提升人體的能量 就是我小小時候 裡面講的灌氣 通常灌氣 我們就從這個 立文學灌進去 等一下我們在示範的時候 就可以找一個人來灌 第二個就是刺痛經濟 因為它會循著 受熱經濟好 所以它的用法會很簡單 下一道 有些東西 在北海的地方 有些東西 是可以的 在這裡 有些東西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也會說 對 感谢观看